大家好 星期二得道 今天是7月30日星期六 在雷暴生效期間 今天早上9時多 有四男一女去到馬安山 女婆山走山 女是女生的女兒 婆婆是婆婆 其實我未聽過 其中一個姓樂的23歲年輕人 被雷劈中 即時陷入昏迷 他的朋友馬上報警 政府飛行服務隊接報到場 直升機把雙者救起 送往東區醫院 但是證實不至的最終 天文台在今天凌晨1點45分 發出雷暴警告 有效時間去到今天正午12點 並預料香港會有狂風雷暴 以及高達每小時70公里 或以上的強震風 吹襲香港 對了 去到這裏 即是打風下雨 這麼大風 噗噗噗噗噗 我的朋友都說 嘩 好大雨 你都要行山 和上次那個 黃色暴雨去游泳 有什麽分別呢 去到那些山溪 我是不是可以說你該死呢 我這樣說 我好像 很侮辱死者 我都不知道怎麽說你 去到今早10點 天文台再發出 黃色暴雨警告 他有9點多走的 剛剛好走 可能走了半個小時 就死了 天文台說 截至下午1點 本港錄得超過6000次閃電 唉 23歲年輕人 我免得說 好 記得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我們的頻道 月費贊助 多謝支持 拜拜 還有Patreon Patreon